Hello,大家好,我是Yan Hello,大家好,我是Candy Candy呀,今天我們一起看岸斗先生學廣東話 Candy呀,岸斗先生現在有沒有穿衣呢? 有,他有穿衣 嗯,他穿的是什麼呢? 他穿的是睡衣來的 哦,我猜有些人睡覺是喜歡穿睡衣睡的,對嗎?Candy 是啊,很多人都喜歡穿睡衣睡的 那大家,你們平時睡覺,你們是不是跟岸斗先生一樣都喜歡穿睡衣睡覺的呢? 還是穿平時的衣服睡覺的? 嗯,OK,那岸斗先生呢,他就穿睡衣睡覺了 那早上起床之後呢,應該要換衣服,對嗎?Candy 是啊,要啊 所以他打開衣櫃,他想做什麼呢?Candy 他想拿平時穿的衣服,可以出街的衣服穿 哦,OK,他打開衣櫃,就想拿出街的衣服來穿,對嗎?Candy 哦,他拿了一件西裝出來,做什麼? 哦,準備穿西裝啊,穿西裝啊 哦,他拿了一件西裝出來,準備穿,對嗎?準備穿西裝,OK 咦?Candy,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衣架來的 哦,這個是衣架?那這裡有一張紙,Candy 你見到什麼呀? 我見到呀,有噴牙,還有寫著時間,九點鐘 那你猜這張紙是什麼意思呢? 這張紙呀,應該是提醒黃豆先生要去,可能是看牙吧 哦,可能他約了牙醫,是九點鐘去看牙醫 哦,OK,OK 哇,那看來呢,岸豆先生都挺聰明的 啊,Candy 是啊,他懂得寫下記下,提醒自己 但是你記不記得剛才岸豆先生,他是幾點鐘起床的Candy 我記得,他是八點十個字才起床啊 那八點十個字起床 那岸豆先生起床之後呢,都做了好多事情了,對不對? 是啊,他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了 所以可能現在就來九點鐘,對不對?Candy 啊,沒錯,很快九點鐘啊應該 啊,但是九點鐘要做什麼? 看牙醫啊,約了牙醫,看牙 哇,這樣,岸豆先生可能會遲到 很有可能會遲到,對不對?Candy 是啊 啊,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Candy啊,剛才岸豆先生有沒有見到張紙呢? 九點鐘看牙醫 沒有啊 哦,沒有啊,OK 沒有見到 Candy Candy啊,岸豆先生在做什麼? 他拿回個鬧鐘出來啊,在這裡 啊,浪乾點水啊 啊,通常呢,我們洗乾淨的衣服啦,就要浪衫,是不是? 我們要浪衫啦,OK? 啊,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見到 有人把個鬧鐘呢,浪在這裡啊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哈哈,岸豆先生,真是搞笑 那他現在有沒有見到張紙呢?Candy 現在他見到了 嘩,他見到,他應該知道這張紙的意思,是不是? 嘩,他知道啊 我們看一下他做什麼,好嗎? 嘩,他知道啊 Behlers 一下 搞笑 Candy啊,岸豆先生見到張紙嘛 之後,他幹什麼呢? 然后他急着地拿衣服,拿齐些东西就出去了 对,对,我看到他没有换衣服,他还是穿着那套睡衣 然后他就拿了那些要出街的衣服,衣服,鞋子 我还看到他好像是拿牙膏,拿一支牙膏,牙刹出去 是呀,是呀,是呀 哇,黄豆先生,真的很厉害 哎,他又回来了,Candy 是呀,为什么他又回来了 我们看看为什么他回来了 他做什么,Candy,为什么他回来了 而且他是很慢慢,很小声地走过去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吵醒他的公仔红睡觉 哦,如果太大声,就会吵醒公仔红 然后他做什么呢 他帮一只红,公仔红被子 哇,真是,黄豆先生,真是很好 呀,帮一只红被子,盖好一张被子 他可能怕红被子,冻掉了,Candy 但你不想 Illinois 是啊,浪斗先生,真是非常好 OK, flawあのKandy 今天就是我们看浪斗先生 和大家一齊学广东话 今天就是看在这里 那我们下次就继续leside 一齊看好不好Candy? 好 大家,岸斗先生是几点起床的? 岸斗先生是8点10个字起床的 大家,今天岸斗先生他约了牙医 他要去看牙医,他约了牙医 几点钟去看牙医? A 8点半 B 8点9个字 C 9点钟 岸斗先生今天约了牙医 几点钟去看牙医? OK,是9点钟啊,约了牙医9点钟啊 大家,你们有没有答对了? OK,我们下次和大家一起看岸斗先生学广东话 OK,拜拜!